1967年,刘雪宝因在一场爆炸案中立下大功,而受尽使人称赞,甚至他的事迹还被编入了教材,成为了大家学习的典范。 然而18年后,他却成为了人人唾骂的杀人犯,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? 1967年末,甘肃省永登县池木哈村旁的大通河水泥桥突然发生大爆炸。 听到爆炸声后,留守工作人员立刻赶到了现场,只见解放军某班副班长刘雪宝,左手鲜血淋淋的,痛苦不堪的倒在地上。 看到来人后,他大喊着,不要管我,有人要炸桥,快去抓炸桥的反革命分子。 众人文言大惊失色,在报警的同时也自发的开始了在桥周围进行搜索,很快众人就在大桥东侧发现了一名头部受重伤的男子,有人认出他是当地林场的职工李世白。 后来两人被送往医院,李世白因伤势过重死亡,刘雪宝虽保住了性命,但却失去了左手。 那么究竟是谁想要炸桥呢?此人又因何要这么做呢?我们接着往下看。 根据刘雪宝的讲述,事发大晚,他发现李世白鬼鬼祟祟的,便悄悄跟了上去,看到他想在桥上安放炸药,他拿石头打伤了李世白的头,却没来得及把炸药送出去,这才导致大桥被炸。 但奇怪的是,警方并没有在现场发现李世白炸桥留下的痕迹,由于证据不足,警方将该案件上报,并建议不要做结案处理。 但刘雪宝所在部队领导,对刘雪宝坚信不疑,因为李世白曾经是国民党军官,而且还是副连长职位,而刘雪宝的过往经历却是干干净净的,因此当两人被卷入同一起事件时,众人自然会更倾向于刘雪宝。 就这样,刘雪宝成了大英雄,各大头版头条都对此事进行了公开报道。 后来刘雪宝的英雄事迹还被写入了课本,画进了莲花画里,一时之间成了人人敬仰的大英雄,人生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 而李世白则被贴上了反革命分子的标签,妻儿也因此饱受迫害。 然而18年后,事情却突然出现了反转,这又是怎么回事呢?我们接着往下看。 1976年,工友们有感于李世白家的悲惨遭遇,纷纷给县尾写信,讲述他们对炸桥事件的疑点。 在工友眼中,李世白待人友善,工作兢兢业业,从没犯过错误,根本没有理由去炸桥啊。 而且当年,警方也表示此案疑点重重,越来越多的证据都证明炸桥事件另有隐情。 政府也开始重新审视此案,并专门地成立了专案组。 通过军方和当地政府的联合调查,1983年11月,公安机关得出结论, 所谓的李世白爆炸案纯属是子虚乌有,是刘雪宝为了骗取荣誉和个人前途,自编自导了这起案件。 而让人感慨的是,李世宝当时被石头砸伤后,尚有救治可能, 但因刘雪宝将其贴上了反革命标签,使李世白错过了最佳抢救时间,最终含冤去世了。 1984年,公安机关依法将刘雪宝逮捕,次年永登县委召开了平反大会, 李世白得以恢复名誉,同年刘雪宝被判无期徒刑,可以说是罪有应得。 对此你有哪些看法呢?欢迎在评论区里分享,我们下期再见。